《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馬上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龍軍小說》 在演出版的活動 我們香港文化工作室的小華 香港文化工作室就是為了長遠 香港文化工作室的出現 而舉行 當然長遠的年紀 香港文化工作室都未出現 但是香港文化已經有很多工作 等我們去做了 所以我們就在有香港訪問之前 開始做一些香港文化工作 這次這個活動 就是很開心 我們就邀請到 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方 跟我們合作 可以請到羅英文先生 因為羅英文先生是受到浸會大學 國際作家工作方的邀請人來到香港 他們才可以順路 即是法徑法 另外一方面 多見也很感謝劉鴻的前進進 氣力工作方的工作 我們前進進都在我們文化工作室裡 都很興奮 有一個時候 很開心 今天有三個月可以促成這件事 當然整件事最落手落腳的 就是我們演示的導演 謝謝大家 開始之前我都簡單說 為什麼我去選西夏女館 就作為今次的改編作品 其實西夏女館 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羅英文先生 力作的天空之作 所以我之後就為人 西夏女館 其實在這一次的機會之前 我已經開始有看答味 但那時候覺得味道很相似 其實我自己除了搞劇盤 都有寫下的東西 而我寫的東西 都是喜歡用一個 我寫生主義的方法去寫 而羅英文的西夏女館 裡面是很豐富的意象 而且是很特別 而西夏女館裡面 也有一些很無靈 或者是很充滿性和無力的意象 對於導演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要將它呈現在劇場上的 因為我又不是這些 39月的讀念 我又喜歡一些 minimal 的手法呈現 一個這樣的 就是怎樣做的 就淡淡淡淡 接了這件事 這個就是 選西夏女館的一個原因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它語言的特性 都是很特別的 即是 它在西夏女館小說裡面 是很長的一些句子 而將它變成劇場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好像 又聞到另一種味道 就好像沙士比拉 那樣的味道 沙士比拉的語言 都不是大家平常的語言 究竟會是劇場 又會這樣發生的一件事 也會很高興 所以我自己也 即興了西夏女館 大家一會看到 總共有五場戲 有五場戲 大概就是 全場四十八分鐘 還有五場戲 那樣 大家重新分享 我們今天很高興 都請到原作的 六二位先生 歡迎大家 提到 現在我們 轉席開始了 成績 有五場戲 和八場戲 那樣 有五場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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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有五場戲 太郎 老公,你說真的,我不是這個漢人創造的世界的人, 我不是這個漢人無處不在世間,我不是這個時間裏面, 就直接說,我是這個世界裏面最後一個西夏人, 我就住在這間西夏旅館裏面,裡面住的一條叫廢柴, 一條離奇身世的廢柴,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旅館, 走啦,起來啦,回家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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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殺了我老婆 但是我忘了怎樣殺她 我找不到那些血B 空刀 草斗 板球盤之類 我甚至找不到那條絲 那就是你沒有殺到她 又或者她只是你現在出走 我是說 我找不到那條絲 不過她的頭還在 在這裏 我就放在壘館的房間裏面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很有經驗 酒精中毒的經驗 要回來這個不是太光 又不是太暗的真實世界 是要花點力氣的 走啦 躲起來啦 回家啦 在1793年 馬卡尼風鎮 代表東印度公司和喬治三世來到中國 她帶了很多東西給她前路 有望遠鏡天象義氣 按計鐘和氣槍等 怎知後來天尊人傳傳傳 她帶了一個矮個十五次的豬 小個貓的大象 一隻好像老鼠那樣大的馬 還有呢 一個奇幻枕頭 只要你分身上邊 她隨時想去哪兒都行 廣州 福爾摩沙 歐洲 香港 我知 我有看過這本書 事經遷寫的嘛 是一本有關幾個世紀以靈 有去過或者沒去過中國的鬼魯入記 甚至 祖過馬可悟朗 甚至今早 先巴黎年紀 傳說中的思路 會講甚麼的狗 讀班的人 食人修 給我 推過 剝了衣服的女人 接著她面前 當時吃女修 上一口就吃了她的時候 必須不停會推女人出去 然後那次 那些時候就會開始 劫瑪的 劫瑪的 這些望遠鏡 老鼠脈 豬魚 貓大雀 像徐二門那樣奇幻走琴 還有食人收 全部都是這間西夏旅館的入口 可以透過他們才可以排到裡面 今天早上八時左右 一名女子準備出門上班的時候 突然被一名男子強行拖入住所裡面 該名男子用鐵通要脅女子幫他喉教 女子不肯就範 該名男子就用電盤電魂女子 電得全身穿傷 不投強姦 這些都是護人 他們全部都是旅館的廚客 聽著 圖尼克 我不知道這是你的詭解還是魔術 還是你的同輩做的手腳 你不可能用別人的故事來聽醜你自己 你不可能做你自己的老爸 我知道 你準備訓練自己在暴力面前 無動於衷 我知道你討厭其他人和其他人的語言 並描述你 但這並不代表你要把你裡面的東西變為真實 圖尼克 小心 小心你將要講的故事 不是你以為包羅漫有極限經驗的論壺 拍了拼頭遠就可以做到 但如果沒有作愛 我只是想脫漢入戶 連開 除非我下定決心 挑入他的業界裡 攻略 打開 畫面 打開 推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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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立即召見一個蝦札耳教的順悟 一個出色的暴夢者 要他幫忙解悟 那個暴夢者笑著同學 神你根本不認識你 就看不到你的意願 你的思想 你的行為 多天神之所以進入你的夢 因為那一晚 他根本不知可以去哪裏過夜 外面落著胡瓜爐 他入夢的時間這麼短 因為他頂不住那裏就酸臭皮 下一次 我洗下你的夢 不過沒有了 大個蝦札耳教心頭 還繼續講 是啊 人的夢會發出汗臭的 是啊 要清洗一下你的夢 天神入夢 只因你 守庭 Light Train 沒有人確實知道我這間女館的完整形狀 你不想看 當你走進去 千萬一不死蛇 天神入夢 不然一容一族 超不起的前天 天天天 都過花眼的路門 和同風的走行 巴黎哈風格 立可哈風格 當你遲過那些古靈精華 眼裡可不可以躲在那裏的 欺負外婆裏的大雕像 那些金七師爺 假裝阿佛台的搏徒 嘶 又或是鵝河ower的紺青 乾和馬拉搏徒大花盃 那 那… 這些細節和繁複重裂的建築 二節會來他們想起 那些藝術線構成中 用暴漆塔頭拍出來的 凡以塞窮 嘩 嘩 不過這只不過是凡以塞窮的 醜王怪胎 是非典宣戀武城之后的一座毁烈篇宗 但你们仍然可以想象得到 当在这间旅馆的主人 在寇司这一座篇宗物的时候 是痴心并想到 想攻击太阳光露翼十四的霸雷厚式民族 重复以管达 我们旅族身份 一个名幻化之族 在角门火室上的天空 非常 不过在旅馆里面 我们仍然有一种怀疾 无从推断建筑人外貌的渺小禁锁 旅馆一落下人心之要串 旅馆就是一座哈尔移动城堡 不如在夜晚暗门之后 自我繁殖 穿出新的身体 部位 手脚 五官 是一只活生生 被魔犯罪成为水泥化石的怪兽 不过 他们甚至口口声声说 在这个好像迷宫的旅馆里面 穿过迂回弯路的走廊 有一家附屋 就是旅馆的深重 听起来就好像中学三个游客小孩 拿那些酒店去 这些这么肤浅的衣服 又怎会勾得起这些老奇妙的好奇心呢 他们甚至乎有长期不加房租的有份 或者你会见到 有一个带着外籍康 他相信老奏 心痛 急救用品 匆匆忙落地更听见的神秘路人 这些人 直到有因 直到有因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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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不知 直到有因的金粉皇朝 留起留他 连贵留令的大场面 又怎会理会 这间山洋他们的旅馆 有个变一个心臟 在童梨馆的故事中 或者在图剧中 可能因为里面的空间太小 故事人物的海后和出场 总有一种 门打开的戏剃效果 密色的女人 走廊上的男人 房間裏面的男人 門內的女人 侵犯者或者業縣 一個特別的房侯 可有面的長期住客 不住身邊的故事 白色女門外面有一些反高潮的痕跡 就好像那些舞台前計過分簡單的小鏡場 話題 總是有不良的 有不良的 他們要不就拼命在自己一施主 要不就像被害妄想證那些燈章 張西方考慮考慮她 她是在做循雙喝酒 再不是繼續循雙燈章 這套夢又是會色情 修容 拒絕對張女人 被人炒的閒 過戲女演員 三十年的重開教誌 並論兄妹 如果我喜歡擺上頭 但本身老人宣稱的老闆將軍 那個如是死了 第二天重返家園的夜鄉大 這是不是一個騙局 你們要介入別人的故事 不過 這不是一間普通的女門 她是一個 We have 叫故事的客人 剛剛看過頭兩場的故事 大家被她吃掉了她會叫故事的客人 其實一開始的頭兩場 就是一個介紹 和阿輝下的故事 很明顯這個也是很開心 很開心 隨便所聽 其實這兩場就是在原著裏面的 Tapter 2 下的天雲 和其中一個Tapter 叫美蘭摩摩 裏面去改編 美蘭摩摩那個Tapter 其實不僅是不算的 只不過剛才是不做了頭兩場 也有一場 接下來大家都會再看這場 片中美蘭摩摩 和圖利克的故事 但這場戲裏面 又不僅是這兩個角色 所以大家就麻煩大家細心去重達 美蘭摩摩 美蘭摩摩見證我 這一兩部的全世界 她有時候就帶一批男 或者帶女擁摩在混淆時代 那時候人來人往搬出搬人 每個人都好像大有來頭 每個人都令人眼開 雙世大有亂中 不過哪個人都還記得她的故事 她才知道她是大一級級的文字 專業的衣服 或者是混在世口深上 還有啊 一雙雙又奈到我來的國寶 成就了今天的國際之刀 誰說的 什麼 國際之刀 美蘭摩摩 見過 聽過 太多在這個晴晨時期 check-in check-out 的鬼魂優勵 她 變成了 這張旅館的 回憶 所以她說 故事上禮 好像失落了 房客離開了 我就永遠離開這個時空認知 後來check-in的鬼魂 沒有辦法把原宵的鬼魂趕走 永遠不會有封出來的教法 這個 亦都是這間西夏禮本 開始封炒 這種自我繁殖的原因 我 小女時代 聽說車站 有一個黑人牙膏的巨型廣告牌 那個黑人 會抹大個口 在半空 這支牙膏 引進去幫他刷牙 我就是為了看這個廣告 試自離家出手 跑到來這個城市 有一段時間 有一個美國人 他包起了我 他很溫柔 他還會在房間裡 吹口 讓我聽 有一天 他在浴室裡 跌低了 整個地磚都是血 旅館的服務生和經理 很緊張地站在門口 等著送他入醫院 誰知道 他都要堅持 穿回腦袖 還要把頭 押到痕一痕 才肯出門口 有一年 我和瑞典的年青人 住在七樓 他是個色術王 每逢落雨的夜晚 都會拿著盞燈到田野或者墓地 蹴走 在這裏偷拍攝 那時候 蜕測 allá 底下全部都是那些蜥蜥拍攝的叫聲 後來他在一個女館的馬鈴鐺 開了一場有五百隻蜥蜥的演奏會 我一開始會想像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風月跳街人類的Julia Roberts 大酒店的灰燭梁珍奇 有個有錢人帶上樓社會的探討 走到點小錢高貴 他的身體… 就好像百光的水墓那樣 越變越透明 不過總有一些漏襲是鑑不到的 食煙講粗口 同樣兩個都是南大米的姐妹 他同樣自由地跟你說 他到現在一把年紀都鑑不到的 還有… IT的時候是何方多士 發拉你和保堅尼去個玩具 還有… 秘魯酒教你變了紅手 好… 後來… 有些年輕人站在我門口 脫下衣服對我略有不敬的時候 我都會在他們面前 做回他爸爸 他是爺爺那些不為人知 不見得光的臭屎 這些… 這些… 是被時間監獄換來的禮物 他是連接這邊 和那邊… 的神秘中介 他… 是最後一個西夏人 很多不同版本的流行者候裔 西夏帝國都風光光了 有自己的語言文化風俗 不過只有一百年的壽命 之後就被蒙古滅了俗 到現在 都沒有人知道 他們的語言文字是怎樣 有人說 西夏語是幻想 最不幸的是他們的後代 只能夠從仇人的歷史書裏面 去理解自己 被姜人 移敵 港口姜 有可能被先講的畫面 是光路極差的牛排隊 我在這個城市 殺了些人 我是專業殺人者的後裔 他們被人多做賤民 勞被醉民的過程 只能夠從那些 口齒不清的婆婆口中知道 他們母系的副組輩 集體死亡的超現實畫面 一些被肢解的身體 這門腥血的烏鷹鐵劍馬刀 我現在可以開始理解 為甚麼 在無論怎樣 歡樂善意的人群裏面 我總是難以押擊自我歧視 我現在總 永遠都沒辦法聽得明白 他們最簡單的笑話的孤獨感 這些昏暗 曖昧的歷史 變了做一個鬼魂 一個小子 永遠跟你一起存在 他們的存在令到你母親 是一個不精潔的自貨 而你老爸又變成殺人者強奸者 你們的老爸只會是 漢人的低下階層 殘廢白癡 不是的話 怎會被逼取這些身體 發臭的異族女人 我自己的老爸 還想懷惰 待會有防暴警察 牽暈他們 開吾住我 嘔吐我 扔我條路 每次哀血 在我面上火了 你將我的手指 一隻...一隻... 胡亂拳 不是你以為, 流亡者後裔的故事, 好像絲襪奶茶般壞 一整個文明, 封滅之後, 如煙燒熟, 如夢幻泡影, 如海市城樓, 什麼都不記得 你去哪裡? 興興府 你去哪裡? 興興府 你去哪裡? 興興府西夏皇朝的首都 哪裡? 首都 哪裡? 首都 哪裡? 雲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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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學,同學上課了,風聲都打了那麼久,消學識車去哪裡? 每個人都這樣 坐低,我有些地缺點 當然了 好了 今天我們上的總史 總史 是 今個星期是民事州 中國語文 的總史 總史 今天我們會講講 宋朝的時候 就叫一個外族 外族 叫做西夏 大家有沒有聽過 都沒有了 西夏這個開國皇帝 就姓李 大家猜猜叫什麼名字 姓李的 李西文 贏了 真是一個很好的上司 當然不是 他的名字叫李元浩 他 生於1003年 終於1048年 他有7個老婆 但有5個 都是他殺死的 怎麼那麼殘暴呢 之後 這個王朝只經了200多年的歷史 已經復幕了 好 問題來了 大家覺得 這個王朝的歷史 跟我們現在的文明有什麼關係 阿Sir 你都沒有引起動機 我現在都沒有上課 問中問題 問問題就叫引起動機 阿Sir 這樣不夠的 你看 今天這麼多人來看課 做足一點 做足一點 OK 你不再做到盡了 不如我們以戲劇的手法來講中事 OK 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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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做得好的話 聽著 我們還會參加大國崛起戲劇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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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Light Change 嘩 大家看看我手上的是什麼 可以 什麼 什麼 杯 非常好 有潛質 你拿著 拿著 喝了它 這杯就是你炎號 賜給他媽媽的毒酒 好了 死了 嘩 李年浩的殘暴在這裡開始 為什麼他會死的呢 我告訴你 原來李年浩的媽媽和他第一任老婆 都是屬於衛武士 大衛武士裏面出了一條人 變成衛武士 他已經連出兵叛亂 殺了 那衛西紙下我也是你 原來在這裡走 都不單止 還要豬滅整個衛武士 你試一下想像一下 你曾經試做這個 原來我的阿姨 整身血這樣 塗進他媽媽的帳篷裏面 然後就會這樣說 嘗嘗嘗 你這個兒子受到外面血流成河 小時候 我還幫他洗澡 還壞過他那條絕渣 他現在就要來殺我了 誰是你 當來玩他的絕渣 嘗嘗 嘗嘗 這段很好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 就要殺了他媽媽 殺了他老婆 和他裡面的骨肉 天啊 嘗嘗嘗嘗 反正就是這樣 做得很好 OK 第一個完全可以 嘗嘗 然後有殘暴 嘗 好 第二話 第二話 第二話就是第二個老婆 他就是廖國皇帝的妹妹來的 這個公主 看到他這個 經常走一遍 這個公主 嫁下去 然後 其實是一種政治婚姻來的 他們要聯盟抗爽 但當時廖國 又比西亞更厲害 很多 所以袁澳 跟這個公主一起的時候 硬是有一種矮了一致的感覺 所以 我們上車一下 當他們兩個搞事的時候 有一個小的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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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 嘩嘩 嘩嘩嘩 嘩嘩 嘩嘩 受到這個情景的時候 又有一種性要屈辱 嘩嘩 嘩嘩 一時狠狠起來 牽死了公主 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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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怕他過天兵乏下 恐懼 屈辱 恐懼 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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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嘩 嘩 Yup 嘩арт 嘩 嘩 跟你笑 嘩 嘩 嘩 哈哈 好 你看 Lie 掩 好 我不知道 好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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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剛才我看見這個人放飛機的那一天 OK OK 第三項 有關於這個老婆叫野利士 野利士 做的 有聲風興奮 來 叫做野利士 來 來 來 野利士 體態收場 體態收場 OK 野艷療人的美貌野人 好啊 你自己這個 叫Kipman這樣的款 Kipman OK OK 然後 袁浩 嘩 雖然威莫 但是生得比他還矮 黃祖嵐這麼矮 好了 想像一下 當他們在閨房玩樂的時候 那邊 又假的 又假的 野利士一時太開心 抱起了袁浩 嘩 機能應應尊嚴 這個時候他們一定會說 不准你這個時候把我勃起 喂 是可以把你勃起 不可以把你 吐起 吐起 正常的 OK 不過做得很好 演示到 多謝 袁浩的 既自大又自卑的心態 好了 其實之後 還有第四 第五 老婆 都是被聯合隊想過 不過呢 我們呢 參加戲劇前 不全補的 下面 是假如呢 將那些 廢用廣室的宣傳 在報紙燈 這麼大的廣告 我們就沒有選擇 所以我們 skip了 第四 第五 好了 現在說回野利士 野利士 野利士 你不做野利士 待會你做 你就做野利士 幫聯浩山的兩個兒子之中的 大兒子 出來老婆又做的兒子 你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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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大兒子 大兒子叫做靈命 靈呢 靈命 靈 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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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次 他和元浩相反 他將神秘道士學悲谷之法 是谷之法 你不瘋了 不瘋了 不要瘋了 怎麼進去 你不瘋了 行 好 有一日 然後 您不要再問他 嗯 何謂 仰生之道 他 不是殺人 那 何謂自國之術呢 來吧 嘩 蝕於寡人 原來聽到你答我什麼 很生氣 這麼多人 於是下令父子不再雙月 於是他又驚又怒 最後憂憤而死 瞄見到他這樣都可失憤 太子之禮永重安葬 之後就將他的耳朵 李林格留為太子 李林格 看看他的樣子 又衰 就知道跟阿玄太一樣 殘忍多疑的 但是原浩依然幫他搶回太子妃 嘩 很聰明 太子妃末兒氏 她是一個混血美少女 有維吾族血統的 嘩 當這個原浩見到他的時候 竟然想自己佔有了他 哎呀 但是我又不佔 就是不想要做太子妃的見算 這時候原浩 竟然想到 殺了他的耳朵就行了 這個 道忌心和野利皇后 都想殺了 不過最後他的心悅 就是殺了他們兩個首和重明的叔叔 野利克 汪榮和野利愚克 之後他就娶了活兒子 為帝六個老婆 見造行動 終有重有見閉 原本是識負人 成為前輩 原本是浸邊人的 成為王義的 聽著太子 我們野利益 鑽族人的血 一定會被那個未過門的妻子 不如你 抹而笑 鑽族人的人頭來抹肝 只要被燈圍 不要那個賤人 被自己即將入經歷的折磨 活活嚇死 不要你派人去中國打聽 最令人痛不欲生 果然拖延得最久才斷氣的 精子極凝 有哪幾種 我要你一套一套 在那個賤人身上玩過 嘩 做得很好 你們 延前顯示在暴霧之中 那種的顏熱 做得很好 好 接著我來說 第七個老婆 阿Sir 阿Sir 又是那些變態的聲音 阿Sir 阿Sir 阿翁 阿翁 夠了 我們終始的愛情 都沒有那麼色情和暴力 如果我們內容包含了 那麼色情暴力的東西 我們怎麼參加大國和喜喜情節 你終於都醒了 我終於是醒了 其實一直聽過這件事 你覺得不好 很接受 不要緊 但這樣我想想 事實就是這樣的 而且現在在現世代 如果我們不夠殘暴 不夠色情 我們怎麼贏那些肉桃團 肉桃團 是這樣才有 有表房 現在是這樣的 這一世代 豬女 做得過 不要緊 我們做戲做傳播 趕下去 原號的老婆 叫做末壯士 是剛剛被他舉了 叔叔 惹理與黑的老婆 在原號 下令血洗惹理交的時候 末壯士 滄亡著臭 身發毀米 在這時後 月後開始逃亡 他後悔 為什麼殺了兩個最得力的左手 在內疚心 他打算將那位故人的遺伤 而不去骨頭 她面前的,是一個殺夫仇人, 一個會在猜疑之中, 終於覺得會被自親背叛的癲瘋, 這個癲瘋, 變成非禍的故事, 眼前這個女人, 就是她在世上的頭目, 她穿著黑色的尼姑婆, 在寂寞之中的寂寞, 她, 反正她脫了尼姑婆, 這時, 她穿著恐懼受恨, 瘋性獨立散顯後代的女人排女子, 她已經騙她的願望, 洗腦她的軟腰和大腿, 就好像在她裏面, 看到死神的悲悲, 然後將抹葬事, 一路在慶幸苦的戒壇節, 以後, 為了掩人掩目, 然後成日微服夜情戒壇節, 這些意外占卜問經, 其實, 就是你用這個女人的身體, 為她自我而生, 在這裏, 我想問問大家, 究竟什麽叫做文明? 文明就是不能夠隨心所用, 文明就是要說謊, 狀況, 本壯師, 文明和年華, 三個不仔, 最後, 林林家, 大兵入宮。 你終於進化了 不過你將進化這件事 變成你一個人的武士 在? 我煞好,在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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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